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這一期的節目有點不一樣,這是我們的新年特別節目 那我之所以升壓這麼低,主要是因為今天這個節目是一個...算是整人企劃嗎? 可能也不太算啦,我打算偷偷幫我爸升級他的電腦 那我現在手上有一顆AMD的R97950X 它是16核心32執行序,今年剛推出的CPU 應該是去年啦,反正就是一兩個月前啦 然後我爸原本是AMD的R95950X,也就是AMD的上一代旗艦 那我這次就是要來測試,從上一代的旗艦升級到這一代的旗艦 他到底會不會發現呢? 那這次升級除了CPU、主機板還有記憶體之外 其他的零件規格就列在這邊,也就是他原本的零件 而主機板則是使用之前開箱個人 ASUS X670-E-E GAMING WIFI 這張主機板與他原本的主機板 都是差不多在15000塊左右的價位帶 基本上就是玩家的最高規格了 再來,記憶體則是使用實權的T-Force Vulcan DR512GBX2 不過他原本的是64GB 所以我找個機會再幫他升級成64GB好了 那廢話不多說,現在就趕快去升級他的電腦吧 現在時間也蠻晚的 然後給各位看看 他這個WIFI的天線之前有點壞掉 你要換的話就會是好的 那我就直接來拆他的電腦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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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ны 就來第一次開機 希望能開啊 拜託 畫面出來 拜託 畫面出來 拜託 畫面要出來啊 畫面要出來啊 好啦 各位 終於順利的進到系統了 我剛剛真的是搞了很久一段時間啊 而且我爸剛剛還跑上來 不過他好像沒有發現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個跑分好了 在看跑分結果之前 先帶大家來看看這顆R97950X的規格 核心數量與上一代的R95950X同為16核心32執行區 不過基本的時脈從3.4GHz直接暴漲為4.5GHz 最大超頻也從4.9GHz提升到5.7GHz L2 Cache則是翻倍為16Mbps 其他PCIe資源升級到5.0 然後記憶體也從DDR4變為DDR5 這一代還加入了內顯 以前老是覺得CPU的內顯是沒什麼用 不過自從做開箱之後發現Debug真的是很方便 同時這一代7000系列的內顯啊 比起5000系列還多了AV1的解碼器 在未來主流的影音剪輯方面 體驗都會有大幅的提升 接著來看到跑分環節 首先Cinebench R23的部分 在同樣開啟PBO的狀態 分數來到單核心2032分 多核心37986分 對比上一代R95950X的28261分 以及1587分 不論是單核心還是多核心 皆提升了30%左右 非常誇張 多核心甚至還要追平對手的i913900K 要知道AMD這顆CPU可是便宜了他兩三千塊錢 再來看到3DMark CPU Profile 多核心16284分 單核心1120分 對比上一代的R95950X有顯著的提升 而V-Ray Benchmark的部分 R97950X是29707分 甚至比對手的i913900K還要高分 7zip壓縮103036NiPS 解壓縮則是266554 整體的話是214795 比起上一代的R95950X都是顯著的進步啊 接著來到我爸最常用的Blender 比起R95950X是進步的非常多 得分非常的接近對手的i913900K 其中兩項甚至還有小贏一些 沒想到竟然幫我爸的電腦升級到比我自己用的還要好了 而且像是3D渲染這種大量運算的活動 每張圖都算快一點點 有時候那種要跑一整天的 省下來的時間也是非常可觀 所以如果是在做3D繪圖相關工作的朋友 CPU和GPU盡量還是能買越高接越好 RAM的話也建議買大容量的 至少32G起跳 像這次用了10全Valkan DDR5 5126Gx2 我個人就覺得很不錯 頻率不用特別高 但是容量一定要夠 而主機板和電供最好也不要省 這次用了這張 Asus ROG Strix X6701-E Gaming WiFi 擁有18加2項供電 然後再加上海韻的這顆Focus GX1000電供 那還帶R97950X加上RTX3080Ti 都是綽綽有餘的 不然渲染這種東西真的是很現實 算得再快 只要一當機就什麼都沒了 1週間後 欸爸 其實你整台電腦我已經幫你升級過了 真的嗎 我幫你從5950X升級成7950X 7950X 對啊 難怪我為什麼開氣室這樣 所以主機板才會不一樣 啊 主機板不一樣 對啊 RAM也變成DDR5的 真的嗎 對啊 想說拍一個新企劃 所以你後面才突然多出那麼多Type-C 難怪我以前沒有看到 沒有那一台 我只是覺得奇怪 然後我想說奇怪 我的天線不在上面嗎 天線為什麼跑到下面去 而且你的天線還變得好了 殘膠帶的部分都 都不見了 你會發現嗎 還變可以直跌 我只是發現可以這樣子而已 呵呵 他也有一樣不一次這個是不是 對啊 他本身就有視線了 對啊 果然是我先見之明對不對 呵呵 對啊 呵呵 他媽果然有先見之明 嗯 自己接 天線是有不一樣 我只有八千 我是沒有仔細看 呵呵 天線 天線沒看到是 比較正常 所以 視而不見 沒有仔細看 但是後面那個 啊 彎彎我倒是有發現 總結來說 這次的企劃應該算是成功吧 而且其實我爸沒有發現 我覺得還在合理的範圍 雖然說Wi-Fi天線 我自己覺得是還蠻明顯的 不過撇除這點 但就性能的提升所帶來的使用體驗 其實真的是很難發現 因為原本的R95950X其實就已經很強了 那升級到R97950X 儘管帳面上是有30%左右的跑分提升 但是實際上轉換到應用程式要感覺到還是真的不容易 大概就是每個動作從Super流暢變成Ultra流暢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爸也不是很注重電腦外觀的人 所以說在升級之前 我自己評估是80%不會發現 20%會發現 其實前面還有一小段我沒有錄到 是我爸在問說 欸主機板後面總會有那麼多Type-C孔 他之前都沒有發現 我還在跟他裝糊塗 但是後來想說還是跟他說出事實好了 所以最後才又拿著手機出去拍 那我們最後來談談選購建議 從前面的跑分其實可以看出R95950X的性能 大概就等同於這一代的R97900X 因此我自己認為假如你的處理器原本就是R95950X的 然後覺得性能已經夠用了朋友 其實我不會說一定推薦要升級到R97950X啦 就算真的想要也可以等之後的X3D版本 而正要買電腦的朋友們 R95950X可以搭配更划算的主機板 還有更便宜的DDR4記憶體 但是7000系列的話則是擁有更新的規格資源 而且全面標配內顯 因此也比起5000系列大部分產品 還多了硬體的影音邊解碼器 兩代產品其實各有優勢所在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預算選擇 像是R97950X現在在通路上的價格大約是18000塊左右 說真的還蠻划算的 性能幾乎等同於競爭對手 但價格還便宜很多 對於同時追求CP值和性能的朋友 我覺得都是相當值得考慮 可以說AMD的CPU現在香味還是蠻夠的 影片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Enterbox 想看什麼其他內容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只要有辦法的話我們一定盡量拍給大家看 我是Hack我們下次見掰掰